现在新楼空置大概有一个正确数字,从2011年以后入伙单位计算,到现在大约有9000个未被出售,当中有大约3000个已租出,实际数字只得6000个,情况并不严重 我相信政府如果推出新楼空置税,被产商会加速销售,到最后要缴付新楼空置税的只得几百个单位 有人说,只得几百个单位要缴付新楼空置税,政府又何必劳斯动众,我反而觉得奇怪,既然最后只得几百个单位要交新楼空置税 哪些学者,经济学家又为什么这么紧张说无效,或者可以转嫁到买楼的人,甚至有立法会议员说新楼空置税是花招 他们是否枉作小人,不过,枉作小人的又不止哪些人,我自己亦是其中一个,我一向以来,认为地产商是团职居期 新楼空置税是对证下约,如果只得几百个单位,是否推出也没有关系 但陈茂波在北京亦说得颇白,新楼空置税是为未来而设,确保政府提供的供应量可以释放到市场,严格来说 事属于未语愁妙,结局到此,大家都不应该再争拗 其实,如果大家细心想一想,政府够胆不准地产商团货 一定有把握在未来三几年可以提供足够供应量 否则,市民就会发觉因为供应不足而导致楼价上升,最终的责任都是在政府 所以,大家应该支持新楼空置税 地产商不能团货,政府就要全力增加供应 在供应充足之下,楼价就算不跌都不会上升 然后,基因这部分、价格都可以提供一下